兩隻來自中國成都的大熊貓 雲川和鑫寶 日前已到達聖地埃高動物園 聖地埃高動物園野生動物聯盟 近日公開了這兩隻大熊貓的近招 雲川是一隻將近五歲的熊性熊貓 有一個長而掠尖的鼻 在草地上探索或攀爬樹木時都非常自在 鑫寶則是一隻近四歲的癡性 有一張圓大的臉 和大而蓬鬆的耳朵 還以安靜地曬太陽並專注育享受食物 為了幫助熊貓適應身家 團隊進行了食物適應性訓練和體重監測 動物園和兩個獸醫團隊 也在密切關注熊貓的健康指標 以確保牠們在新環境中健康成長 目前動物園尚未宣布 熊貓可以與公眾見面的具體時間 Tinawa記者編輯報導